幽默感改变生活 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 幽默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宝藏 它能瞬间化解困境 让人们重新找到快乐的源泉 幽默不仅是笑话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用幽默的眼光看待问题 烦恼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当面对压力时 幽默感就像一挤洋药 它能帮助我们以轻松的方式应对挑战 减轻心理负担 和朋友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不但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还能让心情变得轻松愉快 幽默是最好的纽带 在工作中 适当的幽默可以缓解紧张气氛 提高团队时期 一个小小的笑话 或许就能化解棘手的问题 家庭生活中 幽默感更是不可或缺 和家人一起笑 是最幸福的时刻 幽默让家庭更加温馨和谐 幽默还能增进人际关系 一个幽默的你 总是能让周围的人 感到轻松自在 吸引更多的朋友 保持幽默感 不仅能增添生活乐趣 还能帮助我们 更好地面对人生的高低起伏 笑对人生 才能欲战欲勇 遇到尴尬的场景 一个幽默的回应 往往能化解尴尬 转而成为一个有趣的回忆 幽默是尴尬的终结者 书籍 电影 喜剧节目都是培养幽默感的好路径 多接触这些内容 能让我们更自在地使用幽默 幽默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它需要我们快速地思考 巧妙地运用语言和情景 这也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 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要忘记保持幽默感 让笑声成为生活的背景音乐 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